每集《鬼上你的車2》 都會邀請不同藝人 分享自己的靈異故事 胡定欣這日上節目 就分享了自己在婆婆的喪禮上 遇到紅布影飄過的親身經歷 只不過定欣就略嫌未夠驚嚇 因為上這節目 官長一定會期待你的故事 我說我很害怕我的資料不夠勁 但是他再次邀請我 我就想想想想怎樣去表演 自己也有一點 有一點 怎麼說呢 因為他說不一定是鬼故事 一些靈異的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所報告 有親身經歷過 其實也有一點 我一邊坐下來再想 越想越多一點 你有沒有聽過TVP公司的經歷 自己也可能 同事也有說 有沒有裝在一起 尤其是那些休息室 你有沒有入過 經過 有時候我們開夜休息室 真的很想找個地方 休息一休息 但是又真是夜難人靜 廠可能修正一個的時候 但是又很想進去睡一下休息一下 都要說一聲 不好意思的 麻煩的 都夠膽 但是門口一定要放一塊東西 頂住 地上一個摔 然後有一條縫 在這裡會通到外面的聲音 可能大家傳了太多鬼故事 所以有時會害怕的 作為演員的定音 雖然演過靈異類的作品 不過就覺得不夠驚嚇 他希望接觸一些 真是客餐飽的角色 我都很想知道 其實我可不可以演 因為我想演和看是兩種感覺 都是 可能帶你的演技出來 可能到時就OK 可能開了一條新的路 因為我覺得那個氣氛要營造 再加上鏡頭 燈光 那你一定要 我覺得都要有某程度上的幻想 因為可能那件事 真是一件虛的空間 所有事情都是自己想的 對 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幻想的 即不是真的跟一個演員做對手戲 都很想試一下